新聞大迫切 各位大新聞 大家好 中共方面為了報復美國眾議長裴洛西 歷史性的訪問台灣 共軍四日起 中午起四天環繞台灣 展開了6加一個區域的軍事演習 實彈設計的類封鎖 G7七大國聲名關切 而美軍的雷根號航空母艦 持續部署在台灣的東方外海 共軍四日發射了東風系列的彈道飛彈 打到了台灣周邊還有日本的專屬海域 穿過了第一島鏈 日本首相也嚴重的抗議 美國白宮的國安會譴責中共 企圖行訴新常態的製造危機 來更動區域的平衡 不過外美最近也披露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7月9號 就已經告訴了中共外長王毅 議長裴洛西就是要訪問台灣 而這個是他個人的跟美國政府 是沒有辦法干預的 那美中的這次這一波的反應 之間是否存在某一些默契 變相的有一個運擬的劇本存在呢 而中共是在演習還是演戲 如果是假戲會真做嗎 我們介紹破解新聞來賓 台灣大學政治系 名譽教授明居正老師 主持人好 宋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研究員宋國城老師 主持人好 明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請教兩位先請教明老師 怎麼看出中共這一波的軍事報復 您有哪些重要的看點 大概第一個就是 這件事情 中共自己的人把他搞大了 因為原來大家都知道 在美國跟中共之間 當然有很多不愉快 早在9596飛彈風波之後 第二年就97年 美國的眾議長是來台灣訪問過 當時中共的反應很低調 中共就是外交部發言人出來講說 這個訪問是錯誤的 就沒有任何其他事情 那也就是說他沒有去唱高調 這一次把調門拉到那麼高 當時我們就講起舞難下 你到後面如果不做出很大的動作的話 你後面受不了場 但是你一做大動作 他對象一定不是美國而是台灣 當時我們已經講過這話了 所以原來還希望說 把這個裴洛西能夠下到不來台灣 最後成功了 所以他現在是很難看的 如果他真的下成功的話 當然裴洛西取消了 那他是得分的 可是如果不成功 你得計算是要後果 也就是我們在國際政治上 我們處理任何事情 或做任何動作 你得考慮他的正反兩面 你得做 除非你想下陷棋 否則一般來 一般而言 你會走這個比較穩妥的路子 那除非你把它控成機 所以宣傳調門過高 你變成起火難下 你是自找難堪 那你就必須要有動作 那不然的話 內外的殺傷力都非常大 但是你要做動作 那分寸拿捏又不容易 當時我們就計算過 我們心想你如果 你動作太大的話 你傷害到美中關係 現在美國正在考慮 要不要這個調降關稅 要不要取消一些類目 那你現在動作一做 你覺得美國那邊氣氛 還合適做這個事情嗎 原來你可以靠美國調降關稅 然後做大內宣得分的 就現在這個輪你們要得分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就是兩岸關係 如果你鬧得僵了 你對台灣報復再兇一點 台灣真的是禁運一部分晶片 你看看會怎麼樣 這個東西我們都算過的 第二 這如果太重的話 如果太輕的話 大陸老百姓是受不了的 大家現在在網路上 已經看到很多話了 很多人講 我等了幾天幾夜 就等這一刻 就沒想到佩洛西真的降落了 那我睡了睡不著 我下去就怎麼樣 就氣得不得了 然後買了一瓶啤酒 幹什麼幹什麼 那麼也就是 老百姓的心情是不行 這個受不了的 民族主義是要找敵人的 從來沒有沒有敵人的民族主義的 所以你一旦把民族主義敵人 豎起來之後 你必須讓大家消這個氣 這氣不消的話 這民族主義會反撲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 他必須做動作 也就是動作太輕的話 老百姓的氣是出不了的 那這氣要發到你頭上 如果太輕的話 第二危險就是 你現在要開20大 反習的這些力量 在虎視眈眈看著你 你不配當我們領導人 你把事情鬧成這樣 結果你受不了場 你讓我們中國難堪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對台灣軍演 大家常常覺得是對台灣的 不是 就要想清楚 如果剛剛分析沒錯的話 他第一個目標是大內宣 不是對台灣 他必須對台灣做出一定動作 讓他大內宣有材料可以講 不是說要解決台灣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是第二考量 其實可能是第三考量 老實講 所以剛剛講第一個 是要對大陸內部發洩怒氣 他自己要找個下台階 免得老百姓在怒氣對著他 對台灣發脾氣 大家一看就去曉得了 大陸這些網民也講 裴洛西在台灣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發飛彈 你為什麼不進去軍演 你等人家走了才去軍演 那你吃柿子捏軟的 大陸老百姓已經這樣講了 我們自己還在那邊嚇自己 說我們這樣我們那樣 我不是說我們不要警惕 我不是說不要去過度誇大 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我也不是說這事情不嚴重 但是沒有大到那樣的 想說他們封鎖我們就完了 不是這樣的 他能不能封鎖後面 還有別的事情可以談呢 好 這第二個 第三個是對美國 我對美國的出租器 但是剛剛講了 不能太輕也不能太重 太輕的話 美國不把你當件事 太重的話傷害美中關係 對他來說不划算 所以這是第二部分 第三個部分 那有人問到 會不會說這一直文攻武嚇 或傷攻武嚇 一直搞到年底台灣選舉 這個概率應該不高 應該這樣看 大概他們自己的考量 不是台灣選舉 他的考量是 我的年底二十大要怎麼開 那個才是主要的考量 他得把所有東西都擺在 這個題目下面去想清楚了 再決定我做什麼動作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真的想得很透的話 這是你掉門不要弄那麼高 弄那麼高到時候下不來的時候 你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是這個情況 當然了 你說到年底 我們選舉他不做動作 那不會 他也可能會做動作 所以中間可能暫停一下 然後再來 9596飛彈風波也是這樣的 是 95年的時候 9月份他已經說雨過天青了 結果年底我們接了消息說 第二年又要再搞 我們當然就很驚訝 我們說 你不是說雨過天青了嗎 那麼也就是他到時候再看看怎麼辦 好 那現在你說是不是軍演一天結束了 他講的是實彈射擊一天結束 就導彈的部分 實彈射擊的部分 那如果說這個還不只是導彈 實彈包括導彈火炮跟火箭等等 然後甚至這一般的那些箭炮什麼 都算在那裡 那叫實彈嘛 所以他的用字如果準確的話 後面應該是沒有什麼炮聲 沒有什麼槍炮聲 我們看見他可能是船隻出來了 飛機飛出來什麼等等 所以當時我們講過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射擊 不管是飛彈什麼等等 然後第二就是船隻的演練 第三的比較重要是網路攻擊 所以這次船隻跟那個飛機的闖中線 都比較明顯 那個將來可能會變成一個 比較明顯的常態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要闖中線 飛機闖中線會比較多 因為飛機一下就可以走掉 這幾秒鐘的事情 他就可以走掉 也就是說他可以說我過中線了 中線是不存在的 他可以這樣講 但是這句話其實以前 他也可以這樣說了 他飛過來一下那幾秒鐘 我們才剛剛升空 我們剛剛靠近他已經走掉了 這對雙方就是 只要最多在雷達上看到而已 眼睛可能是看不見的 那這樣他就說過中線過中線 所以這個有可能成為常態 但是士兵的演習呢 那還可能繼續進行 所以這點我們還不能低估 但是我們看到就是 為什麼這次這麼短一天 實彈的這次部分 一天的結束呢 你要看到各國反應非常激烈 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我們也必須提醒各位 這次演習這樣畫出來 的確是有些差別 有些突破的 第一是六個地方 六到七個地方 第二是四面包圍 這個等於就是說 準備將來進攻台灣 已經把一個態勢出來給你看了 那第三個特徵呢 是這個包含台灣東部在內 那台灣東部 他說是飛彈打的什麼呢 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 第四點是 它真正呈現了一部分的 拒止外軍這個介入的一個態勢 也就是你飛彈能夠這樣打的時候呢 對外軍的外國的船隻呢 進來要幫助台灣呢 是有一定威責能力的 當然外國的船隻也不見得沒有自衛能力 你不是沒有反飛彈能力 但這點還是必須考量 再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無人機現在大量出動 對 比如說它的無人機作戰能力 到達一定程度 這點是我們要注意的 但是呢 為什麼一天結束呢 各國抗議呢 它其實凸顯什麼事情呢 台灣在世界經貿當中的重要性 然後台灣周邊的國際航運 然後全球貿易等等呢 它那個關鍵性很重要 那有人提到 是不是跟美國白宮交換了這個 台灣政策法 我看大概未必 那台灣政策法 白宮說會叫停 如果屬失的話 那有另外的考量 不一定說我們交換條件 然後咱們做這事兒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 他們為什麼縮短時間呢 我們不能排除 實彈射擊呢 因為附近有美國船在這裡 萬一它打得不好的話 擦槍走火怕事情鬧大 這個是 這個它必須考量的 這還不是開玩笑的 它有把握 它打得真的都那麼準 它每一炮都打那麼準 每一個飛翔都打那麼準 最後就是我們擔心的是 對台灣的這個部分呢 還是網路的攻擊呢 我們不要在意一點 現在反正有朋友告訴我 我們過去對於攻擊台灣 那些網路呢 IP呢 我們是有一個黑名單在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就是 有大量的黑名單以外的IP 來攻擊台灣 到達20倍到200倍之多 所以這個數量比過去大 然後這來路不明的IP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這個監控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網站部隊呢 對這些不能死走過去的黑名單 我們得擴大我們的範圍 那免得就是將來可能會有更大的攻擊會出現 那這點我們得列入考慮 是 同樣問題請教宋老師 基本上我認為中共的這次軍演呢 其實它是應該是屬於 中共早已經準備好的一個攻台劇本 當中裡面的兩套劇本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海上封鎖 另外一個就是資訊戰 所以對於它的性質上來說 我們與其說它是一個 因為報復佩洛西訪台 而進行了一種軍事的一種演習 不如是說它的攻台劇本的事件的曝光 當然這樣一個事件的曝光 由於操作的非常的這個猛烈 所以以至於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一種軍事演習 那麼而是一個攻台的劇本 那麼這個攻台的劇本 然後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了 那麼它就是一種所謂的 一種侵略性的軍演 絕對不是一般的那種常態的 或者說是為了提升戰力的一個軍演 那麼這種侵略性的一種軍演 它就會造成比較嚴重的問題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在戰術上 雖然說是想要去突破台海中線 其實台海中線在真正作戰的時候 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第二個最重要的就是 它想突破第一島鏈 那麼這想突破第一島鏈 就讓美國清楚的看到就說 原來你的這個侵略性的軍演 就想突破我們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第一島鏈 它為什麼要打東北海域呢 各位注意一下 在第一島鏈當中裡面 基本上有兩個缺口 一個是宮古海峽一個缺口 另外一個是台灣南方的巴士海峽 那麼我記得有一位日本眾議員 就講過說 中共攻台的時候不是先打台灣 是先打日本 為什麼 因為日本的琉球群島上面有 美國的加首納空軍基地 所以它就必須要先切斷 那個加首納空軍基地 能夠迅速支援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海盜 所以它才能夠有 順利的來攻擊台灣 所以這點被美國這一次 確實的偵測到了 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樣的一個軍演 已經超乎了 不僅是中共自己的想像 也超乎了國際忍受的底線 原來你的這個軍演 是要封守台灣海峽 各位要知道台灣海峽 它的運輸量 是佔了世界的一半以上 而且無論你地理上 你怎麼樣去話來話去 把它畫了好幾塊 是不是 中共畫了好幾塊 你都不可避免的 會跟日本的經濟海域 你怎麼畫都會把它連在一起 因為這個距離非常短 所以國際不然 一顆飛彈就一頭 一射就射到日本的經濟海域 可以射五顆去 五顆掉入日本的經濟海域 那日本開個玩笑吧 日本是一個很愛吃魚的國家 你這樣子落入 它的經濟海域的話 那日本漁民還不要捕魚呢 而且嚴重的侵犯了國際持續 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國際航道 所以台灣問題 在安全意義上來講 不是你祖國的內政的問題 而是一個國際的一個安全的問題 所以這點中共它自己本身 超越了這樣一個底線 那麼另外一點就是說 它對於美中關係的影響 這個衝擊是難以想像的 那麼我可以先簡短的說兩點 第一個 如果你想衝出第一島鏈 那麼你的一中原則 就是一個侵略原則 你的一中原則就是武統原則 你的一中原則就是 試圖用軍事手段去解決 國際爭議的原則 而且你這樣的一個原則本身 是對整個世界為敵的一個原則 那麼我們美國或者國際社會 還要不要去買你這一套 所以這個是整個在這次演習當中裡面 不僅它在戰術演練上 有許多的這種所謂的戰術機密 完全被台灣和美國的情報系統收集的 收集的非常完整 這個叫做情報懶人包 他們攻台懶人包 那麼另外一方面的話就是說 你對這個國際關係的這個衝擊 已經讓美國它不得不怎麼樣 它要接下來要修改一中政策 目前在眾議院審議 雖然說現在白宮好像有一點要阻撓的意思 那個都要我們待會再談 這個台灣政策法呢 它是一個重磅級的一個 非常激進的一個法案 這個法案我簡單來講就是說 除了沒有提到說 要跟台灣建立外交關係以外 所有對台灣有利的因素 可以想得到的可以聽得到 可以寫得出來了 全部都載入到台灣政策法裡面 一個大補完 對 一個大補完 您說得非常好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說今天這個演習 對中共來講 你的這個陰謀 你的一中原則 原來就是武統嘛 就是侵略嘛 就是用軍事手段來解決 所有你不高興的事情 這個一旦被洞系出來 美國一定會加速修改一中政策 那麼這個一中政策當中裡面 一定會把這個 不僅是美國對你的圍堵 它會造成整個印太的一個 圍堵的一個政策 所以這個我想出乎 中共自己本身 和國際社會意料之外 就是你以為這樣子一個 興高采烈了 一種民族主義的這種高漲的情況 辦了一個軍事演習 但是往往超出了你自己 不可控制的一個範圍之內 會造成整個中美關係 急速的惡化 這是我談到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我要講到就是說 主持人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這種演習會不會持續的去升高 那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次已經很高很強了 還要再怎麼樣增強 我想這個應該是說 會造成一種 反而是跟這個 實際的這個效果相反的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威脅疲勞症 你整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全年無休 那麼在這個軍機擾臺 然後你現在又射飛彈 然後你又這個軍事演習 坦白講 大家都覺得很疲倦 所以你還有什麼強度可以升高呢 那麼當然啦 剛剛明教授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說其實我們最擔憂的 應該是所謂的直運戰 因為你說飛彈從空中飛過去 只要它不掉下來 飛機 民航機也飛上去 鳥兒也在空中飛來飛去 這其實不是最危險 最危險其實就是直運戰 因為直運戰 它可以用隱匿的方式 匿名的方式 然後偷偷摸摸的 去破壞你的國防 跟你的民生 你的水電等等這些資源 那麼如果說 你一旦受到了強大的 一個駭客攻擊的時候 你即使是一個巨人 你全身癱瘓了 你可能連戰都站不起來 所以這個才是 資訊戰才是在這一次的 兩套劇本堂裡面 真正覺得要讓我們 警惕的一個地方 那麼再其他 再另外一點我就要談到 就是說 關於這個演習 對中共內部的影響 我們現在在網路上看到 很多的這個小粉紅 如上考筆的 呼天搶地的 在做一種痛哭 痛苦的這種表現 為什麼 他覺得沒有武統 只有那個武 沒有的那個武 武統 沒有統一 我是覺得說今天 如胡錫進 趙立堅等等這種人 我認為他才是真正的 假愛國主義 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罪人 為什麼 不斷地用這種高調 用這種語言 來給中國的人民百姓 叫做餵食民族主義的鴉片 當這個民眾被長期餵食 民族主義的鴉片的時候 他一旦沒有這種鴉片 禁食的時候 他就會處於一種衰弱狀態 所以你不斷地餵食他 那他不斷地產生在一種 很亢奮的狀態 這種狀態其實呢 不僅是把中共政權 帶入到一個 自我毀滅的一種絕境 實際上對中國人來講 我認為也是一個 很悲哀的情境 我睡覺 讓我你可以去過 那些人 為何我們在為了 要放鬆 奢侈牌 什麽